机器是110伏的 我们现在首先220伏通过变压器 重视110伏电源 然后我们通过插座 插到110伏电源上面去 现在这两个机器就是110伏电源的 打开电源开关 单头也打开电源开关 那机器两种灌装方式 脚踏 也可以打自动 打自动它两个头就连续灌装 这个距离可以调整它给你看 现在就是自动工作方式 现在来测试灌一下 机器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我先讲一下 可以关掉一个头 像这一个头可以工作 灌装速度是可以调整的 你看 也可以开这个头 这边关掉 这边关掉 那现在这个机器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要灌装多少 有一个灌装设定功能 例如比如现在想灌在这里 停 那现在我打自动的话 我先把这个头关掉 那我再来开 它就是这么多 就是灌到刚才这个位置 具体灌装容量的话 然后再先来调整 去灌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两边头的容量 要调的一样多 可以通过调整电位器 来调整两边灌装容量一样 那现在这边这个多了 表示这个头关掉容量大 那我就可以把它调小一点 这个又再少一点点 又可以再调多一点 总之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个灌装量是可以调整的 那现在讲一下 这个单头的这个灌装机 首先打开电源 也是两种工作方式 可以脚踏 踩一次再工作一次 也可以打自动 两个控制方式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灌装设定这个功能 这个灌装速度是可以调整 那我现在可以把它停掉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灌装速度 可以调整小一点的话 它这个凸水量它就要变慢 那现在它就要变慢 那我还是来演示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灌装设定功能 那它现在是到这里 那现在打自动 直接就在灌满 这是我刚才手指的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灌装更大容量的 我灌到这个位置 停掉 先打自动 它就是我刚才灌的这么多 那灌装时间跟 等待时间都可以调整的 先按一下设定键 需要比如现在我还调到6秒的话 就打到6 再闪 再按一次 它现在就所需要的灌装时间 就可以了 你再灌装的话 就打到你刚才所需要的灌装时间 请按照 天作 你 在这边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